要想赚钱必须花钱 花的多赚的多 花的少赚的少 一分不花一分不赚 因为没有办法打开你的思维和格局 所以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老板应该把钱花在哪 第一能帮你的人 把钱花在这上面 谁能帮你 给他花钱 某个高官能帮你 技术大拿 中科院院士能帮你 给他花 某个专家顾问 军师能帮你 花 让他为你操心 让他为你卖命 让他为你执行 让他为你付出 给他花 第二种 就是能为你所用的 你的大班自建队伍 十八罗汉 哪个人能为你所用 给他花 不要手软 因为他能为你所用 一步到位 看到既得到 得到既拥有 这就是高手老板要干的事 所以高手老板 每天就是两件事 找人找钱 谁是牛人 告诉我 全国搜索 链接他 加他微信 跟他互动 为我所用 你看你是过来跟我干 还是给我顾问 还是给我赋能 干成了一起分 第二件事 找钱 谁能加盟我 谁能投资我 谁能带领我 谁能拿我地盘 聊一聊 老板找人找钱 找人找钱 这就是一把手要干的事 而不是天天坐在那 搞货搞货